欢迎收看斗内幕 一起来当吃瓜群众 嗨大家好 我是钟薇 我是麒麟 你最近有吃凤梨吗 现在就吃给你看 所以前几天有吃吗 因为最近好像全台湾人都在吃凤梨 没关系你先吃你先吃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有点害怕凤梨的 但是我就是喝了那个凤梨清茶 这样应该也算是一种吃凤梨吧 算没错就算 好因为最近相信全台湾的人 应该对于凤梨这个水果相当的有感 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他们从3月1号开始 要禁止台湾的凤梨出口到中国去 说因为有戒壳虫 有害的生物会影响到他们之类的 所以总之现在台湾的凤梨 是不能出口到中国去了 那台湾政府就开始号召群众一起支持凤梨农 然后一起挺台湾的凤梨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你知道 餐餐可以吃凤梨 而且凤梨其实对健康蛮有帮助的 而且凤梨效素可以养颜美容 而且凤梨不只可以当水果 它也可以入菜 没错 就是说凤梨苦瓜鸡啦 或者说是凤梨冰 对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凤梨皮 我不喜欢 但没关系我会多喝点凤梨汁 可以我帮你多吃凤梨一块 对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邀请到我们生活中心的记者怡文 来告诉大家 这个凤梨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后续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就先欢迎怡文 中国这边就讲说 因为这个借壳虫的关系啊 所以他们就要禁止台湾的凤梨出口过去 这个是一个 你觉得是政治议题还是这是一个真的事件 我觉得可能现在要介绍一下借壳虫的一个背景 就是其实借壳虫 它其实主要是吸食凤梨的果汁 然后会造成它就是果肉发黑 然后可是其实它是会危害到这个蜘蛛的 然后但是它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 然后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普遍存在在 比如说两岸的一个虫 然后像我们台湾输销到日本的部分 其实偶尔也会被剪出来 可是其实那个其实只要透过薰针的方式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而且从去年1月1号开始到10月18号 其实总共输销到那个中国的PE数大概是5544匹 然后可是不合格只有3匹 其实等于说合格率是高达99.77% 然后从10月19开始 然后至今其实它输销了大概600多匹 可是其实合格率全部都是百分百 所以照理来讲其实这个议题其实不该是因为虫的关系而被禁止 所以那想当然的 因为毕竟就是凤梨的主要种植面积 其实像是屏东高雄跟台南 其实就已经超过了大概5成以上 然后刚好都是令营执政的县市 然后也是他们所谓的票仓的部分 所以其实一般外界会认为 其实政治的上面的因素会是最大的主因 因为那时候也有人说啊 觉得这一招对台湾很贱 可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蛮厉害的一招 因为今年是2021年嘛 那明年又要大学了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出了这一招 那这些凤梨的产地刚好就是在高雄拉屏东拉台南 然后这些刚好都是绿营的大票仓 所以直接打击他们 就会让农民陷入一个天人交战 我到底该选意识形态呢 我到底该选我心目中的候选人呢 还是我必须要顾好我的荷包 那怡文你觉得这招真的对明年的选战真的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应该没有到这么大 我们就以农民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农民都是种植单一作物 然后如果他的通路又只有外销这个选项的话 那影响确实比较大 但是其实以台湾的凤梨产量 然后再加上如果每年外销 其实是大概四万三千公顿 然后中国是占大概四万左右 等于说是占外销的95% 可是其实他占国内生产的量来说的话 其实只有大概一成左右 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到这么的影响到这么大 是因为其实他确实他如果转往其他国家 或者是增加内销的话 其实那个量还是有望是可以缓解那个状况的 而且确实其实政府一直主打的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现在遇到还是未来 其实本来就应该要去疏解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我觉得刚听到很多数字 可能大家觉得很多数字很困难 我们就简单帮他整理一下 好啊 就是说呢台湾的凤梨每年外销出去的 只占所有总产量的一成 而中国买的凤梨也只占一成里面的 九成到九成五左右的数字 所以其实听起来好像并不是这么多嘛 对不对 对 那他对于台湾农民实质上的影响 可能当然一定多多少少会有 但是并没有我们一般民众想象中的那么巨大 是吗 其实主要可能会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当我们没有中国这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可能消亡别国 那可是别国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他们自己国家的检疫相关的规定 那当我们没有办法 在短时间内达成的时候 可能他的量实际大部分都会 在变成是在国内进行销售 那可是其实台湾是就是水果王国嘛 那相对的就是 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产各种的水果 那凤梨就只是一个选项之一 那在大家选择这么多的时候 不一定会去选择凤梨 那相对的凤梨量一大的话 那当然现接的就影响到了国内市场的价格 是农民普遍比较担心的事情 就算他没有做外销 他也会担心 因为外销的量就是转回台湾 而影响到他本身在台湾的价格 而且大家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担心 因为听说两周后才是凤梨真正的产季 对那如果政府现在就已经寄出了十几亿的资金 来救凤梨 那两周后盛产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后继无力的情况 农委会这次寄出了十亿的预算 然后他的订定的目标是说 这五万公顿外销的五万公顿 其实其中有三万是销往别的国家 然后另外的两万是在国内进行销售 然后就从记者会26号开 开始到28号为止 其实我们国内的就是 应该是说这次展现了台湾人团结的心 就是在28号晚上 其实就已经有达到了2.9万公顿的一个预定量了 所以就是虽然现在还没有产出 而且产季其实是从3月中到6月 就是陆陆续续产出 可是其实那相对的这些量 也会陆陆续续的出去 然后跟还有还蛮长的时间 可以再去消化这2.1万公顿的一个数量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到这么担心 然后就像其实有官员透露 其实这一次的状况其实是 应该是影响一定会有 但是恐慌的成分比较大这样 对这次蓝绿在凤梨世界上达成了和解 对他们都是 一起吃凤梨大和解 那你拿蓝的我拿绿的 虽然蓝续在凤梨上达到和解 但是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被炮轰 就是驻日代表谢长廷 因为好像是发的第一时间 很多网友说 可不可以请谢长廷去跟日本沟通 多买一点凤梨支持台湾 然后他认为这好像是一个卖人情的行为 所以薛小新也有在网络上面酸她 她说她是驻日代表就是帮助日本的代表 那你们自己怎么观察 其实就以平均每年外销的量来说 大概9成5以上都是外销到中国 然后其实其次就是日本的部分 然后她其实是占比是4% 她虽然只占4% 但是她其实就是外销的第二名 但是问题是我是觉得说 她身为就是台湾驻日代表 我觉得不管结局如何 其实她都应该要先去问一问 聊一聊解 而且其实买卖不成人意在 其实就算他们真的不多买 她帮忙多宣传台湾的一些 就是譬如说凤梨很好吃啊 或什么的 其实就算可能销售没有增长 但是至少可能日本会多认识一下台湾的水果 所以我是觉得她应该要先去了解状况 再来回应而不是直接打枪 然后不要急着先找借口 对啊 对啊 然后但是我是觉得说就市场来说 确实就是像刚刚说的 就是不该只投注在某一个国家 我觉得其实拓展其他市场 还是比较实在这样 对那刚才也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凤梨事件 它造成的恐慌比实质上经济的影响会大 那因为大家就会想说除了凤梨之外 接下来中国会不会抵制其他水果 其他的水果 因为台湾水果还其实有一部分是外销 给中国那边的嘛 看新闻有提到说像是世家 然后莲物 好像还有芒果 对接下来是芒果嘛 那你们这边觉得中国真的会这样做吗 我觉得如果以政治的角度去看的话 确实它这一招可以无限套用在任何 我们台湾有有就是出口到他们那边的任何的农产品 就是不甚至是譬如说什么其他譬如什么水产品啊 或什么都有可能 然后但是其实现在目前外界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下一个产季的水果 然后而下一个产季的水果 其实就是芒果 因为它大概是四到六月间这样的会产出 但是其实不用担心的是说 其实芒果它占我们台湾生产量 然后再加上对比出口的数量到中国的部分的话 其实只有2.1% 所以其实真的很少 所以那个量是可以是去慢慢的消化掉的 反观是占比比较大的 譬如说是世家 那世家其实它的产季是大概12月左右到隔年的 就是大概是农历年前左右这样子 然后可是它如果现在才要宣布的话 是已经太晚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产季末了 它的实质意义不大 那比较让人家担心的可能就是到 可能今年年底的时候 它可能又会寄出同一招来 就是可能禁止世家的进口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到年底还有很多时间了 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先做好配套措施 这样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了 它实质性的伤害就会比较低 实质上怎么样帮助这些农民呢 当然不外乎的就是多吃 吃起来 立刻吃 你吃起来 因为我不吃所以我要吃两倍 其实我也没有不吃 只是我比较喜欢用果汁的形式呈现 就是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好不好吃的问题 而这是展现我们台湾人团结的问题了 所以我当然是觉得说 就是多吃这样子 没错 吃起来 一餐只吃 对对对对 就变成可能是三餐都吃这样子 对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要适量啦 这样子 对真的 而且我觉得也要切适当的大小 我刚刚不行把它吐出来 因为 这样太难入口太大块 一口吃不完呢 谁切的 好啦总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怡文跟我们分享咯 对我们也是最后支持我们台湾鳳梨 有没有来麒麟加油多吃一点 谢谢怡文 拜拜 拜拜 进行到下一个题目之前 这个人呢 他最近也因为凤梨 他最近也因为凤梨 然后算是被大陆的网友骂了 这个人呢是消失了一阵子的罗志祥 对罗志祥 他呢最近在YouTube上开了频道 然后呢他也有个新闻就说 他买了200箱的凤梨 要来支持我们台湾的果农 然后大陆的 中国的网友就酸他说 你是不想要我们中国的市场了吗 之类在网络上不停的炮红他 但其实我们今天重点是要讨论罗志祥的YouTube影片 YouTube频道 你看了吗 我看了然后我看完觉得有一种微妙感 就是说不出来的尴尬跟有点冷场的感觉 然后他呈现的方式 坦白说我觉得我好像小时候 就曾经看过他们这样子的综艺模式了 他那个影片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就是12分钟左右 差不多 但是呢在我看到第二个街坊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不高兴跟不耐烦 然后会觉得怎么又来了 就我们这样爆雷应该没关系吧 反正大家想看还是会去看 他的影片呢全程就是街坊 然后呢他就是找了一个主持人去西门丁 问那些群众对于罗志祥这个人的看法 然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对罗志祥说的话 然后罗志祥本人呢 他就是穿成清洁人员的样子 在旁边扫地 但是他全程就是一直乱入 比如说我先生说 你认识罗志祥吗 认识认识啊 你对他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他就忽然从镜头前面穿越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刻意的营造 或者是想要让人家认出他来 这个我觉得是很老梗的综艺方法 会觉得不知道是有点心酸 还是有种微妙的感觉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其实罗志祥也算是我小时候 常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表现 觉得其实他表现得还不错啊 就是在其他的综艺 或者是比如说他演了一些电影 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搞笑的人 但是看了他的YouTube节目企划 我会觉得 是不是以前是工作人员的功劳 这会太过分了 不会 我觉得就是好的企划让你上天堂 因为我觉得他的第一支影片 就是标题那些像的感觉 好像是想要跟大家说 他忏悔过了 然后在反省之后重新出发 但是他呈现的过程 就是一直乱入 然后好像打断别人说话 我会觉得很没礼貌 对 而且他好像还有一句说什么是带风向 媒体带风向的这样子 我就不禁想起了 就是我看了其他艺人的YouTube 我觉得真的有落差耶 我先讲我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欢 小敬腾跟郑元唱的系列 而且郑元唱真的很好笑 因为他就是找别人去煮菜嘛 就找很多艺人一起做菜 然后我觉得在郑元唱的频道里面 我看到的郑元唱跟我对他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人 因为像他以前演戏剧 都是演那种王子般的角色 酷酷的高冷型 对高冷型 但没想到他是一个 小脂弱 对 没想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 反差口 对很可爱的人 然后重点是因为他影片里面很多都在喝酒 我就觉得完全重了这样 就很想让我继续看下去 我觉得蛮好看的 我的话呢我觉得罗石峰的还不错 诶 罗石峰的在 罗石峰也很可爱 在我腿上 对 但年轻人会知道罗石峰是谁吗 会啦 因为有看那个啊 思思廣告 诶 我可以讲说 你要模仿吗 吃肝毛用思思 肝毛用思思 用思思 咳嗽用思思 对 就应该多少都会知道这个人啦 而且他就有跟蔡阿嘎一起重新拍了这个广告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知道罗石峰啦 对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老派的歌手 然后或者是说广告的代言人 但没有想到说 其实他的综艺程度也很高耶 就其实他也可以当个综艺咖 而且我觉得 就是他非常的好笑 他的好笑是一种浑然天成 不是让你觉得刻意做出来的 很刻意 然后他很厉害的地方 我记得人家说过 就是最高级的幽摩是自嘲 对 他很喜欢自嘲 我觉得就这点也会让人很喜欢他 就莫名被圈粉 对 就是就算路人不认得他 或者说路人接了一些可能沉默的话 他还是能自己接根 然后自己做一些效果 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就在办公室偷看的话 不建议 因为会偷笑 长官一定会发现 会笑出来 对 长官一定会发现 好 那其实 罗志祥他在YouTube上拍影片 这等于是一种付出嘛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他想要付出这件事 对于付出我是抱持着乐观以及支持 对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是渣男不应该付出 那以我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会觉得就是 他的私生活和他的演艺事业是 我会把它分开来看 在演艺事业很厉害的话 你劈腿也不关我的事啊 就是一个公归公私归私这样 对 没错 对 但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我看了这个影片嘛 然后里面 我记得有个街坊 好像就是说 反正他本来就没有follow他 所以我说付出也没差 也是 对 我觉得 反正支持他的人 应该就还是会支持他啦 那本来就没有喜欢他 或是本来就没有follow他的人 也不在意他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他其实只要抓住他自己的粉丝群 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 毕竟小时候以前在KTV点歌 都会点他的歌嘛 你有意思吗 I wanna know 你心... 对 我们就希望他 可以恢复他自己的演艺事业 那就继续走下去 不要再加下去了好吗 基于女性的立场 对 好啦 那今天最后 要讨论的议题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悲伤啦 其实蛮难过的 我觉得我当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非常震惊 因为我没有想到 就是陪伴着我们童年一起 长大的这位达叔吴孟达 他竟然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对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整个吓傻欸 我那时候在吃饭 就看他那手机就... 就觉得... 怎么可能 真的假的 因为从 对电视有印象 对电影有印象开始 其实他算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欸 嗯 对 小时候在跟家人一起看电视 我记得我第一部看的电影就是 这部《九品之骂关》 经典台词 对 很多经典台词 超级无敌多 你有什么印象 我还有点饿 我肚子 我肚子 还有点饿 有欸 对 那你呢 你呢 我想写个惨字 我要写个惨字 啊 我死啦 啊 我玩啦 啊 我玩啦 就很感觉你知道 台湾人的人生里 好像不太可能没有看过 无梦打演的戏 就至少我们这个年龄层啦 对 而且就算你没有看过他演戏 其实他在电影里面讲的一些话 其实到现在都还是PTT的热门用语 求上车 我没上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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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或者说譬如说什么 我这辈子这种要求我从来没有听过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我这里有一匹牛肉好便宜的啊 有皮牛肉很便宜 有兴趣就打这个 对 他今天的台词真的很多耶 你来看一下喔 诶 里面 其实真的很多啊 像对阿石神啊 大话西游 这个也是啊 跟牛猫猫出来看上帝 娘子 跟牛猫猫出来看上帝 陶雪威龙也有啊 我记得大家有讨论那个 作弊是不对的 作弊是不对的啊 作弊是不好的 我们回家吧 没什么事我们先回去了 对 作弊是不对的 真的很多耶 来 现场的大家 有没有什么印象 有没有什么经典台词 在你自己心目中的达叔 来 台北的温先生 温先生请说 三叔 年八达年八达 废叔 好 那再来是达先生 来 性质达先生 瘸 你有的瘸吗 瘸 是啊 我是缺 怎么样 你有的缺吗 少林足球 对 其实我刚刚有想到 我们小时候看的 吴孟达 或者是周星驰 他的确真的是搞笑成分居多 但随着我们年龄长大 我觉得后来他们拍的戏 除了好笑之外 有一些更深层的意义 像刚才那个少林足球 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看到哭 我也是 其实大家在看第四台的时候 不是会常常看到周星驰跟吴孟达的电影吗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停下来 然后像是少林足球 我也是会停下来看完 但是有一段就是 在达叔在讲他的心路历程的时候 那一段我是不太敢再重播的 就是不太敢再重看 因为会落泪 很感伤 就是有种 莫名的哀愁 他明明诠释的是一个喜剧角色 但是又会让你感受到 这个人物背后的一种心酸 对 其实他不光是会演喜剧的角色 其他反派或者是其他的角色 都可以演得很好 难怪人家说他是黄金绿叶 真的 就感觉每部电影里面 只要有他 就可以增色不少 对 就是这部片能够成功 我觉得有一半也是大叔的功劳 那你自己最喜欢 或印象最深的是他哪一部片 是 露鼎季 嘰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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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嘰在这里 哈哈哈哈 这样是不是有点 海公公海大夫的 海大夫 可是嘰嘰 我要嘰嘰 我 我 我觉得不错啦 蛮特别的 口味蛮特别的 不是 因为他在里面演得还 微妙微笑的 对啊 很可爱 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他的电影是 羽龙共舞 舞舞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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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